一名乘客骑着马帮的骡子抵达了山顶 这趟的车费是205块 乘客想要抹掉零头 但主人立刻紧张地言辞拒绝 屈指可数的几张钞票他点了又点 这是位于云南省境内梅里雪山脚下的德青县 35岁的伊施丘里是宇崩村的一名马帮搬运工 手中牵着的几头骡子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 早年丈夫去世 一儿一女成了他唯一的牵挂 为了抚养一对儿女 他一步一个脚印 每天翻山越岭行走在这条道路上 梅里雪山在藏族人心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这是他们一生必去一次的最高圣地 据说梅里雪山主风卡瓦伯格风是在阳年拔地而起 2015年时至阳年 前来朝圣的游客也格外多 海拔3100米的宇崩村是通往雪山的最后一个村庄 早上的阳光刚刚照进村子里 伊施丘里就开始在马厩里忙活起来 将晒干的青柯一粒粒包下来 这就是他日常的主食 三层的小楼是藏族传统民居 阁楼放粮食 二楼住人 一楼住牲畜 伊施丘里养了六头骡子 骡子像小狗一样早早等待主人头位 这些骡子是母亲传下来的 他很爱惜这些骡子 每一只骡子都有自己的名字 15年的相处 已经像家人一样 吃饱的骡子在地上撒欢 伊施丘里给每一头都认真装上马鞍 17岁时就跟着母亲一起做搬运工 他现在已经是一名资深马帮 半山的摊位 是马帮休息懒客的地方 不适应高海拔的游客 可以骑着骡子上山 整个村子40名村民 排队接送游客 伊施丘里今天排第30名 轮到伊施丘里 一名女游客骑上了他的骡子 游客骑着骡子 可以欣赏阳光下瑰丽的雪山 但伊施丘里却没有心情 他要徒步跟着骡队 在挤满游客的狭窄山路上 时刻提防意外发生 陡峭的山路 就连骡子爬起来都费劲 但伊施丘里却一刻也不能停下来 当能看到五彩金帆 就抵达了目的地 这一趟的运费是205块 游客想着抹去零头 不是不行 这个205块 那给你200块钱 不行不行 200块钱 200块钱 不行这个是205块 我205块交给你 伊施丘里非常激动 这无关钱多钱少 马帮定下的价格 谁也不能乱改 况且一天下来 可能只有一单生意 懒到生意伊施丘里很开心 一个水煮蛋加一瓶矿泉水 就是他一天的午餐 晚上回家的路程同样艰辛 从半山的马棚 需要徒步三个小时才能到家 惊疲力尽的伊施丘里 也只牵着骡子 不会骑在骡背上 他很心疼骡子 所以不管再累 他都坚持不起 到家时 他们已经连跨过门槛都困难 当雪山逐渐被夕阳染红 漫长的夜晚来临 同在一个村子的姐姐心疼妹妹 会常过来陪妹妹 父亲在妹妹两岁时去世 母亲靠着骡子养大了儿女 如今伊施丘里也像母亲一样 含辛茹苦地抚养儿女 村子里没有学校 孩子们都被送到了镇上去读书 母亲在镇上住院 家中只剩他孤独一人 当思念母亲孩子时 他只能通过照片来寄托自己的思念之情 当朝阳照亮雪山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早上煮上一壶酥油茶 可以为漫长的一天提供热量 今天是两周一次去镇上的时间 前往探望在镇上读书的孩子们 他需要徒步一整天才能抵达 虽然马帮的工作辛苦 但他可以分出时间来照顾孩子们 所以他始终坚持着这份工作 到了天黑时 他才抵达西当村亲戚家 他把骡子拴在这里 明天再继续赶路 西当到德青的路很好走 但是因为晕车他也是徒步前往 德青是前往梅里雪山的第一道关卡 孩子们每隔一周和母亲在这里见面 他们星期六早上就早早盼着母亲的到来 一见面医师丘里就带着孩子们 来到一家传统藏族美食餐馆 独一年级的女儿 今年是第一次和母亲分开 但已经早早学会坚强 酥油茶 炸奶酪 一口下去 进食家的味道 能和妈妈一起更觉得幸福 周六晚上 医师丘里带着两个孩子 在镇上的宾馆流宿 平时看不到孩子们的学习情况 他可以检查一下孩子们的功课 看着孩子们一天天的进步 母亲觉得再辛苦都值了 不管怎样 他都要供养他们上大学 不让孩子们再像他一样养骡子 妈妈跟骡子那些很辛苦 如果长大 那些工作都一定要报答他 这难得的相聚时间里 母亲为女儿洗了头 晚上就搂着两个孩子一起入睡 今晚他们再也不用梦见妈妈 因为妈妈就在他们身边 第二天 到了分别的时候 母亲会给孩子们买些学习用品 平时对自己过分苛刻的母亲 对孩子们却无比爽快 这一天的温馨相处 又将成为孩子们坚持两周的力量 送走孩子们后 他又来到市场 为村民们采购货物 采购的货物由三轮车送到西当亲戚家 而他则照样徒步回去 在母亲心里读书很重要 最起码不能像他一样连普通话都听不懂 运送到西当村的货物 他要用骡子运回宇峰村 一路需要步行五个小时 到达村子后 也不能立刻休息 他要将货物送到村民们手上 瘦弱的身躯如何能承担这样的重量 大概是母亲两个字赐予了他力量 村民们会为此付费 但去掉成本后 基本不剩什么利润 见孩子一趟需要耽误两三天马帮的生意 他只能顺带拉一些这样的小货贴补一下 为这位老奶奶送一趟货 也仅仅只有十块钱利润 回到家后 又只剩他孤独一人 刚见面不久又分离 更加剧了他的思念 累了一天之后 过了很久才睡过去 在马帮没有生意的时候 他会去做一些工地上的活 搬石子运水泥 这份男人们的工作 他只有咬紧牙关埋头苦干 医师秋里很惆怅 村里大多家庭都修了新房子 但他们家还是老样子 村里的路马上也要修起来了 他既行为又不安 路修好后 车子往来进出就很方便了 但是这也意味着马帮的生意会越来越少 这份从母亲手里接过来的传承 虽然累 但也能让他养活一双儿女 只有体会到了母亲曾经的辛苦 他才感受到母亲的伟大